大家好 繼續回到有問必答的環節 嘉賓仍然都有我們的直搖輝Stanley Stanley 你好 大市方面現在跌至286點 報22552點 國企指數跌96點 報9450點 成交方面到607億多 如果家庭觀眾有任何股份問題 歡迎打電話來民股熱線 電話是204-6566 或者電郵給我們 ask at bschannel.com 我們先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有林先生在電話旁邊的 林先生 你好 林先生 你好 兩位好 你好 想問什麼股份 10244 還在挨價 現在是60元B的 是 現在有沒有辦法在未來一兩個月 明白 好 看回到現在股價 正在59.95 半跌超過3% 而今天都見過超過一個月以來的低位 是 62元多都拿著貨的話 一個月可以逐些減榜離場 其實我剛剛都突然看回恆安股價的走勢 發現到現在這些水平應該是很多年的新低 因為現在我初步按報一下資料 差不多去到那間是11年以來的低位 都幾誇張 反映了 其實它的股價 這個是一個五年圖 你會見到的 這些位置 都仍是在低位 好像都未見到之前的低位 再拉遠一點看的話 七年圖 你會見到的 大概是這些水平 這些水平是幾時呢 11年 都可以說 都真的似乎 它的走勢 都真的可以說是比較差的 但是可能不同的報告機 可能在隨性因素那邊 有些不同 但是怎樣都好 它的走勢差 這個是真的二十見一道 事實上你看回這些板塊 即是這些 我們叫做一些 最主要主打的衛生用品的板塊 即內需股 視乎它的情況 不樂觀不理想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近年來計 內地這個衛生用品的市場 那個競爭是很大 我常常都說的 即是 我都不是第一次跟林先生 講這個問題 你好像內地方面 有很多一些不知名的品牌 即甚至乎 可能有些不出名的品牌 如果要解釋 即是可能要搶一些市佔率 要搶市場 他可以靠一些減價 出銷的動作去做 但是相反 行當沒錯 深傷印理 在內地來說 都是一個知名的品牌 但是似乎近年來計 似乎都面對著比較多的競爭 所以我覺得他的業務的範疇 其實他的競爭性 真的很激烈 都真的不太容易做 再加上股價表現 似乎都不算很理想 所以其實林先生 如果你本身是有貨的話 我反而會建議你 這個股份 雖然現在股價表現 都做得比較頑 但如果有機會反彈的話 都要有考慮 就要走貨 即是如果你這一轉的時間 解釋了 可能股價跌定了 甚至乎有反彈的時間 去到大概62元樓上這些位置的話 都要有考慮 就先減持他 嗯 不過剛剛林先生提及到 他在62元多都持貨 是否真的可以 逐步都可以上去這個位置 現在的現段都很難說 因為他的股價都不斷 有一個向下沉底的情況 但至於可以說 他的累積跌幅都真的不太小 所以如果你假設他的股價 真的有些反彈 如果好像剛剛提及到 他大概62元樓上這些位置的時間 我都會建議你私人減持 好啊 另外 都看回林先生 都看完就是 林先生的另一個問題 是否都有其他的股份問題 是27元 銀魚 是有貨的 哦 其實銀魚本身 林先生 當我好奇問一問你 之前的時間 股價都跌得 就是之前來說 跌得比較多 那時候有沒有考慮過買這隻的 我不敢買 一路股 但現在又上賣 一路股跌了就不敢買 所以請教了這位嘉賓 但現在又為何敢買 現在好像差不多了 拿了中間價 我問了一些經紀 是 問了一年高位 一年低位 中間價問了這些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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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 是 這些 這些價位 現在還能買得過 你只可以說 他們最差的時間是過去了 這個是真的 還有 我之前 都經常跟一些 去到一些講座 我都說其實 銀魚本身 你之前 在大概 21、22元這些位置 一定要買 因為 基本上 真的可以說比較便宜 但到了20元 之後 其實我基本上 已經覺得是差不多了 你可以說 那些價位 不斷減少 到現在這些水平的話 你再買得過 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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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的薄彩數字 有一個比較大的增長 如果不是的話 現在這些價位 似乎 都已經反映了這些因素出來 因為 豪島這個板塊 最差的時間 我相信真的過去了 都不是現在說的 我今年年初的時間 已經說 年中打後 基本上這個板塊 是會做好的 因為最主要是 因為上這個基數 比較小的因素 有關 但似乎在這一陣 那是在 九月份打後的時間 他這個升幅 有點過大了 我覺得似乎現在 已經是 升前了 所以現在再追的話 似乎直播率 真的不太高 反而假設想再買貨的話 看看有沒有機會 你為了這一陣的時間 如果假設 市場 都會比較動蕩一點的話 看看有沒有機會 三十個半樓下 這些位置的時間 買住貨 但是你想起來 買住貨 可能都是要 有個心理準備 可能是要給點耐性 要拿著一段時間 因為現在 你三十分邊 買貨的話 他的常往的空間 其實不多 正如剛剛提及到 這些位置 其實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三十元邊 這些位置 你可以考慮一下 就先買住貨 但是記緊 這陣板塊 夏年行不行 要視乎倒收的情況 如果你是 假設都依然 有個比較好的表現 可能股價 才有個機會 可能再做好 好 Stanley 預測 現在這個價位 都有少少見頂的情況 留意三十元邊 這個位置 先去買入 沒錯 我想幫到你嗎 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 這次是 三十元邊才買 我現在要大支 所以不敢住 我建議你三十元左右 附近你再買貨 OK 五百的 多謝 還有沒有其他提文 OK 好 謝謝 我們再跟進其他股份 今天看到一些收息股 都向下要跌 好像之前剛剛公佈了 第三季度業績的 823領展都要跌超過3% 也創了一個月的低位 最低見過53.1 現價報在53.15 其實大選之後 都看到很多不同板塊 有些影響 這次輪到一些收息股 因為大選之後 美匯和美債的知識率都向上 一些傳統收息股收押的話 現在823會不會沒有運行呢 其實你說在這幾天的時間 特別是特朗普當選之後 全球的債息都有一個 叫做秋升的情況 就是債價急跌 有些資金都在債市那邊 流出來 就轉而買一些 我們叫做幹材 或者基建 這一類的板塊 因為最主要就是 特朗普主張 他不是透過貨幣政策 去高額經濟 是靠什麼呢 可能是減稅 可能是加大基建 去做這些範疇 所以大家都會預見到 可能通脹的問題 你說在下年的時間 有機會會升溫 所以年代之下 似乎美國加息的可能性 甚至乎 你這次12月加完之後 下年再加的機率 都是提升了 所以你變成那個債價方面 債價又不斷下跌 連帶之下 連息都會升上來 這個都是一個比較 大家覺得是正常的現象 但對於一些 risk來講 似乎這個都不是一個好的消息 因為事實上 如果你看回你說 好像幣23為例 即是領子為例 其實股價的表現 或者Yield方面 跟這個美國的10年期債券 有一定的關係 所以當你的債息升的時候 某程度上 就等於另外那個 那個叫市場上面 投資者方面 對它的息 都一定的叫要求 所以變相之 它的價 你說那些比較大些 叫下跌 都真的不出奇 但究竟它的股價 你說到現在這些位置 叫跌定尾 都會視乎美國債息的情況 所以如果大家本身 是沒有貨的話 正如剛剛提及到 債息都依然有機會 可能會再升上去 所以暫時來說 我都會建議大家 如果沒有貨的話 都可以再觀購一下 好 麻煩你 就是Stanley的分析 現在恆指報在 22538點 跌近300點 可以留意 Stanley剛才說的股貨 有沒有哪一隻持有 沒有持有 好 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 會有其他情況 再和大家見面